新赛季排位珍宝的这三个新挂件 你最想要哪个呢 是的 圈外山我是你的人 欢迎来到第五人格 是哪儿呀 一来看一下第二十二赛季的排位珍宝挂件呀 哇 这么快就到二十二赛季了 感觉这个赛季过得好快呀 首先是包括梦之牛的金挂 叫做忽幻 这个挂件设计的我觉得真的很有创意 从正面上来看 这个挂件像是一个面具 你们看到了吗 然后如果从侧面上来看 它有点像一个狼头的一个形状 里面好像又包括了三条金蛇 缠绕着五条羚羊 我们知道梦之女巫的信徒 加上本体的信徒 一共呢也是五个信徒 所以这五只羚羊又代表什么呢 特效的效果应该也很明显了 你看在召唤信徒的时候 地上的这种印记的效果变成了淫欲色的 然后信徒在攻击完穷者之后 或者是在寄生的时候 会有这种淫欲色的一个炸裂效果吗 你看这个宝珠 还是挺绚烂的 再看一下鱼女的紫卦 叫做海底鱼物 这个紫卦 看着有点可能是因为破旧的原因 有点像一个蓝卦 是一个坏掉的一个船舵 上面有很多的这个海藻 还有一些寄生物 特效表现应该也很明显了 你看这个水滴的一个形状 也是这种淫绿色的比较通透 这边男孩推测鱼女的一个行走路线上 会不会留下这种海草呢 那样的话还是比较惊喜的 最后就是画家的紫卦 谢乐绿 谢乐绿是一个银色的一个名称 特效你们看到吗 画板上有一种这种也是 银绿色的这个光环特效 难道是在释放画架的时候 画架的一个范围就是这种银绿色的圈吗 所以大家可以发现这次的22赛季的一个主体呢 就是以这种银绿色为主体啊 大家觉得这三个逛季最喜欢哪个呢 在视频下方 留下留言下方吧 祝你们好运啊 感谢观众支持男孩 我们下视频见 拜拜